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疑 各位介绍加密陀佛 我们看课本275页 最后一行 讲到这里 前面讲到 应该讲到最后第五行 12345 他说同样的正路法性 同样的解脱生死 生文阿罗汉果真是什么都与佛平等吗 比较起来真是天地玄格 其实说一样都是阿罗汉 一样都是手作与斑 但是佛跟阿罗汉确实有差别 那我们也说过不要说佛跟阿罗汉 就是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一样得神通就有一个神通定义的 神通里面 那么穆建脸的神通 穆建脸的神通主要是神族通 那么还比不上阿罗汉的天眼通 就是一样是神通 神通里面的天眼通 那穆建脸还比不上阿罗汉 阿罗汉是天眼第一 那一样是有智慧 但是神与佛是智慧第一 那其他像说法 度众生 然后这些种种的能力 那么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 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别 也有很大的差别 那佛跟阿罗汉比较起来 那就差更大了 那么这种是在僧文里面 其实在布派佛教里面 他们也探讨这件事 就是说一样都是究竟 如果从解脱来讲 一样都是究竟解脱 从断烦恼来讲 一样都断尽烦恼 那么照理来讲 拥有一切智 那么能够知道一切法的智慧 那应该大家都一样 那为什么阿罗汉跟阿罗汉不一样 佛跟最厉害最殊胜的阿罗汉也不一样 神通第一的是目见人 天眼第一的是阿纳律 智慧第一的是舍利佛 润利第一的是加战焰 那么这些第一全部加起来都不如佛 所以这件事很明显的发现到 一样都是阿罗汉 但是佛跟阿罗汉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说单单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 也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在事实的经验中 在佛的善巧教导中 阿罗汉们不免要自残到自愿 那么这个纯粹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讲的 阿罗汉不会有自残 就是说这个只是秦龙词 第一个当然就是从大圣佛法里面来讲 所谓的有自残自愿 那么这个主要是从法法经来说的 而且会有一点点小抱怨 那么抱怨这种是一种 就是凡夫的心手 阿罗汉不会抱怨 阿罗汉不会有抱怨这种事 只是从大圣经典的角度上去看 那我们说大圣经典里面 形容很多阿罗汉的事 那有些不一定是真的 他只是在表显一些法 表显什么法呢 表显的时候阿罗汉其实 从所谓的圆满就近来讲 不如佛只是在讲这样 那因为当时我们要知道 当时初起大圣是在佛面后五百年 兴起的 那个时代是部派跟非常新生的时代 那部派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 他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 就是道理跟有一些行为 那么从大圣的角度来看 他偏离了 偏离了佛所说的法 跟偏离了修行的核心 所以他藉由这样的一个表显 那么来说清楚一些事情 来告诉大家其实要像佛这样的修行 那么就举以这个舍利莫拉 最长举的代表 舍利莫拉 阿难 穆建连 大家瑟 虚普提 大概就这几个 这是因为它都有代表性 那么都以他们 所以大圣经典大概都以这几个阿罗汉为代表 然后他一说阿罗汉哪些不准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像穆基这种 就等下我们后门就来讲 他也没有想到 所以像法华经 就是说他 你说法华经的思想 他就是唯一大圣 就是只有大圣才究竟 而且人人都可以成本 那当时的部派 他就是各个部派之间其实有很多起义 那到底要怎么修行 那要修行到什么样的层次 境界 这些其实各个 说实说佛说的这些是什么道理 那么各个解释的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最大的 最主要的就是 佛说的无我 这个无我是核心 但到底什么是无我 就开始 慢慢慢慢有所谓的人无我 法有我 所以这个我就变成开始 就是 那人是射受想行之后的我 这个是人我 那从部派的 从无我的角度来看 人是无我的 无印无我 这个是佛冥想的 但是就分别出所谓的 无印虽然无我 但是依依法有自信 这个就变成法有我了 所以像促其大圣 他就在以诚心这种观念 不但是人无我 法也无自信 所以后来就统用了一个所谓的空 空就是无自信的意思 所以诸法你们看 他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来了解这样一下 要不然我们会误会 这些阿罗外长相跟反复一样 你看 诸法 原来是诸法无我 这个是核心 这个是核心 由关诸行无常 由关诸行无常 那么入诸法无我 那不管是 这个诸法其实就是 五印十二出十八千 能由诸法无我而入涅槃即进 那这个是果报 这个是最殊胜的 就得涅槃 那正涅槃基本上就是解脱了 好 那 但是 所以这个是核心 但是这个诸法无我 开始有分 开始有分人无我 法有我 那这个法有我 其实是法有自信 设法有设法的自信 这个每一法都有他的自信 然后这一法 申请这个法 那所以开始所谓的有自信 那么这样的说法开始 有一些人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实 他还是讲无我 他真的讲的无我 是五印合合的这个我是没有的 五印无我 他依然是 就是 五印所合合的人的这个我是没有的 但是 合合人无印的一一法 这个法是有自信的 所以后来就 你看这个波罗经他就不讲了 不太说无我 说什么 说无自信 诸法无自信 诸法必尽空 开始就讲这样 就开始无自信 或是想诸法无我 因为诸法无我都一样 就不讲 想诸法无自信 或是诸法皆空 甚至说诸法必尽空 甚至说诸法必尽空 或是一切法一样 一切法就是诸法必尽空 开始 开始有这个 这个 那个插板的板插 好在这里 看见 来 这个就是出几大圣跟不派佛教 他基本上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是就解的部分 当然就是行跟行 行的部分就是 第一个就是修行 修行的部分 这个就是修行所理解的 在对佛法的理解 要怎么样去修行 怎么样去让证法求助 这一部分也有很大的起义 不派佛教基本上都是聚在寺院里面 那么研究 研究圣生的道理 像那些阿比达摩 都是这样研究起来 最典型的像比如说纳兰陀大学 那当然纳兰陀大学不一定是升文的 大升的也有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一直研究 像阿比达摩 发资认这一种 那各个部派里面 他都有所谓的深院 就是深团 那这个深团里面 就是在这个试验里面 大家都集中在那里做研究 研究佛法 那这样的说法有好有不好 好就是你佛法研究越细 那越来越细 那不好的就是你跟人间做了隔绝 你这部分越来越高 法越来越高 但是世间的人越难懂 那越不容易 就是要进入这个 你这样的专心研究都要研究十几人 那一些平常在做这个世间的这些人 他不容易有你这样的体分 所以就变成开始 慢慢慢慢佛法变成只是一种信仰 那佛教统只能怎么样 只能供养 那其他他做不了什么事 因为他研究不到你这些 就是说你的法越来越深奥 那么深奥到一般的人懂不了 也没办法懂 所以开始他就 所以他觉得佛陀以前对书法不是这样子 他对那个年轻人对那个没有读书的人 对那个世间的人一般的人 他都有办法让他理解 或是让他解脱或让他开悟 甚至没有读书的人 那你这样的话变成 你没有相当的知识程度 还读不了佛法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开始做 就是说在弘法立身这一部分 或是在修行这一部分 开始强调右度 而不是只是强调界定位 那么强调强调这个 这个说法要 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做接地气 就是要契合缘间的 开始强调 所谓的气离气机的 那么这样的佛法 那这个是其实是大圣佛法 对于所谓当时传统的布派佛教 那么做的一种就是有些是批判 那么也算是改革 那么这个都反映在类似像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比如说 威莫切金 那么大塑金 纳罗王守问金 像法华金 这些都会把舍利弗 这个是舍利弗 穆建连 特别是舍利弗 那个大架设 这个长辈 因为它是典型的声闻的代表 是阿罗哈 但是基本上不是在讲舍利弗 穆建连 是在讲当时的布派佛教的 这一些传统的声闻学者 那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来看这个 比如说这里讲的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敬 那么法华金很典型的 他是这么说 你看 这法华金的经文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 他说舍利弗这么讲 我习从我闻如是凡 你看 舍利弗说 这个是法华金 那其他的道圣经典 我们也都可以这样看 舍利弗跟佛讲 他说 我习从佛闻如是凡 建诸菩萨受祭作福 我习从佛闻如是凡 而我等 不予思思 我习从佛闻如是凡 慎智感伤 思与如来无量之间 世尊我常独处三连树像 和佛讲 这个就是这里说的所谓 那么 阿罗汉不免要从自产到自愿 我们先来讲这个 这个概念 但是实际上阿罗汉不会自产自愿 我们说他这样讲其实就是大圣经典要说 这一些佛跟阿罗汉 阿罗汉其实有比较大的还是有差别 虽然都究竟 但是其实这样看起来阿罗汉其实 可以说生死解脱是究竟 但是如果要说到底所以佛是无上 那么是圆满 阿罗汉明显还不如佛 明显是不如佛 就好像从神通来讲 其他的阿罗汉不如物见人 从天元通来讲 其他的阿罗汉不如 不如这个阿纳利 从智慧来讲 其他的阿罗汉不如舍利佛 从善于说法来讲 其他的阿罗汉不如物妇罗那 反正就是像这样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 大家也都认同的 从这个有高低来讲 在跟佛来讲也有很大的差别 后面会有几例子 我们先讲这个 因为我们很怕大家误会说 阿罗汉自禅 跟人一样有这一些烦恼性 其实佛阿罗汉断尽烦恼 只是从凡夫的角度 从世间的角度 那么把这个舍利佛这一些代表线 代表阿罗汉的最高成绩就拿出来讲 只是这样 他说世尊 我常独处三名宿下 就舍利佛这样讲 老师这里的很多观念 都是以法伐经来讲的 老师很常引用法伐经 就大胜这一部 好是大制度论 有些会引用华元经 那么我常独处三连树下 若坐若请 这是法伐经 每坐四年 就是他时常会这样想 我等同路法性 他跟佛一样同路法性 云和如来 以小圣法 而见基督 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愿自爱 自愿 云和如来 以小圣法 这个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讲 那么以小圣法 二见基督 就是说 佛堂长授记菩萨 什么什么会成佛 那么因为他们都没有被受器成佛 那既然 为什么佛不跟我们 教我们修大圣 教我们法谱迪心学大圣 让我们也成佛 为什么佛只叫我们赠阿罗汉 就变成是这样 那我们说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 初期大圣之后 特别要提倡的观念 就是我们竟然要赠阿罗汉 那为什么不赠像佛这样的阿罗汉 那所以就 佛跟阿罗汉就分开了 那事实上佛跟阿罗汉 确实是有差点 那既然都要赠阿罗汉 那为什么不像佛这样的阿罗汉 既然要究竟 为什么不到最究竟 所以阿罗汉是究竟 但没有最究竟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云和如来 以小圣法 而见基督 那么 就是说 为什么不开始就教我们大圣 让我们有成佛的方法呢 那为什么教我们 只赠阿罗汉呢 变成是这样 那我们说 这个是从法华经 就是 这个初期大圣 它要传导的理念 就是像佛学习 跟佛一样 即是这样 所以本僧堂被大量的 就是发掘出来 那本僧堂我们说佛陀的过去生 怎么行不杀到 怎么行不杀到 那么这一些故事 有的是真的是佛 在讲到他过去生怎么样讲的 那有些其实不是 有些是编出来的 就是为了强调佛具有这些功德 这些功德怎样怎样编出来 那这些编出来里面有些是 有些是根据印度的神话 或是印度的英雄人物 这样编的 那有些是 有些是根据一些事实 然后再夸大 或是再加以故事描述 那么这些无非都是要说明 一些事情而已 就是要传导他那个理念 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当时的布派 那么布派佛教 这是传统的生文佛教 那他的一些做法 跟他的一些说法 就是行跟解 他的做法跟他一些说法 那么对某一些就是 有一些人来讲觉得 你这样有一点点偏理的佛法 就是他的这样做 他这样说 因为很明显的好 就算让你证了阿罗汉 那但是你的说法 没有办法让后面的人理解 或是没有办法广为传说 你这样的说法 你证了阿罗汉 那么这些证了阿罗汉 很多露虐盘啊 佛法也跟着露虐盘啊 佛法也跟着露虐盘 所以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边这边的人 大家都努力修行 那后面的人都来供养我们 那我们努力修行就证了阿罗汉 证了阿罗汉之后就露虐盘啊 那些供养的人没有办法露虐盘啊 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供养你露虐盘啊 他只会 他会因为你供养你而得福报 但是他不会因为供养你露虐盘 你必须怎么样 把你怎么露虐盘 把你怎么证得虐盘的方法告诉他们 而且要他们听得懂 你必须要这样啊 而且你不能等他们来问你 等他们来问他们怎么问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问起 他们也 所以你必须要主动的 主动的去怎么样 去告诉他们 那这个就是大圣的啊 大圣的就是讲这样的方法啊 那这个 这个有没有出处有啊 释迦摩尼佛镇了六十 渡了六十三个阿罗汉 就是吴比丘 耶稣五十五个人 还有金皮尔他们三个 加起来六十三个 他们就告诉他 释迦佛一个人自己去渡 自己主动去渡那个三加社 因为三加社是摩尼杰斗果 王舍城最主要的人路 渡了他很多人就跟着都学佛了 包括平伯苏罗网都会跟着学 因为平伯苏罗网就是副职 尤罗平伯苏网的嘛 然后叫这六十三个阿罗汉 一个人走一条路 去渡众生 这不就不刷到吗 那当然他更往前推 你不是证了阿罗汉才去渡众生 你还没就是你一般 你得了无声法忍以前 你就要怎样发心 而且你证了无声法忍之后 你就装了渡众生 其实他就是这种概念 那这样佛法成怎么样 佛法才会久住 因为就算这些阿罗汉入约盘了 就算这个寺院被回教徒攻破了 就算这个地方佛法被变了 佛法存在每一个佛教徒心中 佛教徒到哪里佛法就到哪里 那么这些修学佛法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正德的人 那么他再把这些佛法 他在意这样的心态 就是普通心 在意这样的方法 然后不断地把佛法传播到每一个人身上 佛法怎么样也灭不了 正法就一直在人间 其实这个就是大圣的理念 这个其实真正讲起来 佛陀确实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希望佛法广为在人间 而且你看 有人建议佛陀用梵语来侯法 因为梵语比较高级 就好像我们在研究阿比达摩一样 那个学术性比较强 那个知识性比较强 听起来比较高级 佛陀不要 佛陀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 你在客家地方就讲客家话 你在闽南的地方就讲闽南话 你到西方你就讲英文 在阿根廷你就讲西班牙语 他就在他们都听得懂 用他们听得懂的话 不是只是用你自己讲的高级的话 他听不懂没有用 没有用对他来讲他不了解 所以大圣 你看大圣都是用P 你用法华心 很深的道理 用很简单的P 那波罗经就比较在解决 波罗经比较在解决 那个无我的问题 所以讲空 十六种我是八种空 那在解决这个 对于诸法皆空 诸法空向 诸法无自信这个问题 那法华经 华严经都比较强调 怎么行菩萨道这种问题 法华经是强调 要这个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 而且要注重那个方便善强 华严经是强的那个普及性 那一开始你就是要发这个武力 你修学佛法你就是要有这个心 大家都有这个心 那么这个佛法就变得不是那么 不是阿彼达摩那一套 就是比较尖色难懂的那一套 那么大家都能够学佛 而且大家都能够弘法 而且大家都能够正的佛法 契录于佛法 他要的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他会把 会用很多的方式 像威莫贼心就用生病 然后很多阿彌汉 然后来讲这些阿彌汉 其实实际上不是要讲那些阿彌汉 实际上是要讲那些传统的生文佛教 像这里的话我要去 实际上这个不是舍利佛 实际上不是舍利佛真的这样想 而是要告诉那些生文学者 那些不派佛教的那些生文学者 那么应该要做转变 不应该要只是说 其实用舍利佛来告诉这些生文学者 让他们知道 你对这样的一个心态要转变 所以他才会说 从自残到自愿 自己感到惭愧 再有一点点埋怨 小埋怨 终于撤除了自以为究竟的心理障碍 发谱提心 重新走向佛道 就是你不能只是关在这个学术殿堂里面 那么也就你的佛法 你要知道佛法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释迦摩尼佛 不管成佛没有成佛 因为释迦摩尼佛成佛之前 也是发这个心的 所以发谱提心并不是说 是从这个大圣自己变出来 不是从释迦摩尼佛的本怀中出来的 所以释迦佛还没成佛之前 还做王子的时候 他就看到世间的老病史 他不只是要解决自己的老病史 他是要解决世间的老病史 这个不是菩提心 那什么是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 就是基盘君讲的 若染症悟态症 若是症悟悟症 我见到无垠瘾盘和灭度症 就是都要让众生不再有老病史 不再有轮回 不再有苦 那这个也是大圣所强调的普通信 利他的信 那这个不是释迦佛成佛之后才这么做 释迦佛成佛以前就存着这个心 所以他努力的修行 要成佛 那么好来利益众生 那确实也是这样 大圣强调的就是这样 好 我们放一下看 有的是自己心生残齿 那从这一点来讲 就是以神力佛为代表 那么说自己心生残齿 觉得自己有所不知 不如能如佛那样的骗之一切 那这个为什么说 阿罗汉叫做一切智者 知一切法 那我们说一切法主要是指 古运身心跟身心的世界 那么不能知一切法 那如果从某个意义来讲 其实阿罗汉也知一切法 阿罗汉叫做一切智 如果从大致论来讲 一切智到总智一切总智 那一切智就是知一切法的智慧 但是从佛的角度来看 其实阿罗汉所知的还有限 很明显是有限的 就是他知的是解脱的方法而已 他有些还不知道怎么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才有度众生第一的 有些不太会度众生 有些甚至没有要度众生的心 但是他知道怎么断除翻了 但是阿罗汉其实是无私的 阿罗汉不会有自私的心 也不要说阿罗汉自私 也不要说阿罗汉没有悲心 阿罗汉一定有悲心 那么就是没有像菩萨 像佛那样的大悲心 那阿罗汉肯定不自私 都没有自我 哪有自私 都无我 无我所何来自私 所以有些人动不动会说 阿罗汉比较自私 你这样是毁谤阿罗汉 阿罗汉不自私 你要说小圣比较自私 那还可以说的 就是跟大圣人一起来 小圣比较自私 比较为自私 比较为自私 那可以 阿罗汉都没有自私 哪里会为自私 但是你在证阿罗汉之前 你可能比较有这种心 我们叫做生文 小圣学者 那是有的 只是想到自己要解脱 那是有的 但是已经解脱的阿罗汉 没有自私 都没有自私 怎么会有自私的心 不会有 那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也是大圣堂长在举的 他说大彼菩萨论说 那么佛成语弥勒菩萨等说法 那大彼菩萨论都是一些 所谓有部的 那么也都是传统的生文学者 那其实初期大圣 比较针对的就是说一切有部 所以所有的部派都是 比较传统的生文学者 那么他认为就是有一些佛教徒 认为佛教有必要做改革 所以才有所谓初期大圣的兴起 他这里讲到 佛成语弥勒菩萨等说法 阿罗汉都不能了解 他这里其实是说 佛一时与弥勒菩萨论世俗地 舍利佛等诸大声文莫能解了 他的原文是这样的 就是佛在跟弥勒菩萨讲一些佛法的时候 那么他叫做世俗地老 那么舍利佛等这些诸大声文莫能解了 都不知道他讲些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说所谓的 各个部派里面都有他的所谓的传说 那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刚刚说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到底是在佛时代的 还是现在在多算天 如果他现在在多算天 如果他现在在多算天 他不会来人间 但是阿罗汉记里面有弥勒比丘 这个好像中阿罗里面 弥勒跟阿易都是两个人 就是说到底弥勒菩萨 就是说到底弥勒 弥勒这个弥勒比丘 或是弥勒菩萨 或是弥勒论斯 那佛如果跟弥勒菩萨书法 那是在跟多算天的那个弥勒菩萨 那这些阿罗汉不能解了 那是如果是我们不晓得这件事 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 但我们说这些传说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如果是佛跟弥勒菩萨说法 那就是一般不派佛教里面 不管大圣小圣都认同 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 那弥勒菩萨现在在多算天 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成佛一定要先去多算天 那其他的天不行了 就是说他还没成佛之前 那到底要成佛之前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那这个部派也就讨论 因为释迦佛是从多算天下来的 那后来的佛教会以释迦佛为放本 那么强调所有的佛大概都是八相成道 那是不是都一定要八相成道呢 其实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会以这样为主 比如说未来的佛 那么也有大弟子 这个两边的左右邪子 也有太太也有孩子 也有结婚 然后有什么孩子 然后后期出家 那都变成这样 然后都从多算天下来 那是不是一定要去多算天 这个像大笔头都有讨论过 他说多算天刚好在中间 不会离人间太远 也不会离人间太近 到五湖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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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主要是因為釋迦佛在舟船天 是這個世界而已 你說如果像我阿彌陀佛成佛 他有曾經在舟船天嗎 那可能也沒有 因為每一個世界他不一定有三二道 或是不一定有這些天種 這個釋迦佛來這個世間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是確定的 所以就後來也已經以這樣 大概來講其他的佛也都這樣 那我們說這個大秘伯哨論討論到 那成佛以前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這個像大秘伯哨論討論 这很明显 大智德瑞士算在大圣的立场 大彼婆骚是在传统声闻的立场 这会讲成果以前其实是反复 成果以前是反复 这个大智德瑞士算在大圣 成果以前是圣者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一生补夕补杀还是反复 一直到在菩提树下那个时候才成为圣者 这个是传统声闻认为的 那他圣佛教就否定这样的说法 他认为这个正人无声法典之后 他就是圣者 然后就一直在修行 修行到一生补处的时候到多算天 那个是剩下最后一次的凡朗面断 一无命断 大家成佛是成佛的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一生补处菩萨 在多算天的名的菩萨 到底是凡夫还是圣者 那像有些大圣经典也讲 就是讲到这个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防复者 俱俱防复 不修禅定 不断烦恼 也讲到这样 那么这个是有一点点跟所谓的生文佛教 以生文佛教的这个所谓的弥勒的形象来说的 但是如果在多算天的名称 有没有我们知道就是一生补处菩萨 像观音菩萨 大致菩萨 这个都是一生补处菩萨 就是现在菩萨生下一生就成佛了 下一生就成佛了 好 那就讲到弥勒说法 阿罗汉都不能了解 这个是讲到如果从大圣经典里面来讲 无声法人菩萨就等同阿罗汉了 那有一些是等同出国 就是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那无声法人菩萨甚至 就是他的境界等同阿罗汉 但是他的这个殊胜超约阿罗汉 他的功德超约阿罗汉 其实是这样 他说还有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从大庄严论经 或是大庄严经论 就是以这个论当成经 这个故事也很有名 在很多佛教的这个里面 比如说论里面 就是说法里面都会去到这个 大庄严经论或是大庄严论经 他是写大庄严论经 其实这个很少的就是有 有所谓的以论为经 大庄严论这部经 那其实他就是论 其实他是这个大庄严 这个大庄严就是佛的本身 有时候讲大庄严论 有时候讲大庄严论 讲佛的过去生的故事怎么样 那这个过去生写的功德怎么修行 怎样怎样 怎么殊胜 讲这个 那他这里讲到说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大庄严论经 就大庄严论经 有时候讲大庄严经论 都可以 那大庄严论经这本论 从前有人到齐严经社出家 就是来齐严经社是出家 那阿罗汉观察他们的根基 他是说 我们先把这样讲完 他说一点善根都没有 这是不适合出家的 出家也不能获得教证功德 大家不肯度他 佛却度了他出家 不久就证了阿罗汉 这件事我们先看到这里 他后面会讲他的姻缘 他这件事他是记载的他是这样 老实是简单讲 他说有一个人来求出家 因为要跟佛出家 那个时候佛不再刚好出去 就在齐严经社 他就去找舍利佛 那舍利佛看了他之后 就是他因为佛不再来 他就去找舍利佛 那舍利佛看了他之后 舍利佛有天眼通 有树云通 看了他之后 发现这个人 他里面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们说就是有些 会夸大一点 好像是强调 我们说他强调 那舍利佛看了 百千节里面都没有善根 就是百千节是形容词而已 那百千就是几万大节了 那一般的说法是阿罗汉 最多最厉害只能看到八万大节以内的事 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是非想非非想天的寿命就是八万大节 其实就是这样 那就是只能够知道三界 就是八万大节之外的他不知道 那这个老人去要出家 找不到佛 找舍利佛 舍利佛看了他之后 觉得他没有善根 那么就不跟他提出 那他后来又去找其他的人 那些阿罗汉 群人去这里很多阿罗汉 不只是舍利佛一个 舍利佛不跟他提出 他就去找其他人 那其他人就先问他 那你有找过 你有先问过舍利佛 舍利佛是类似像 有点像丹家这样 身团都是舍利佛 和目前人在管的比较多 那你有去找什么是舍利佛吗 有 舍利佛不肯跟我提出 那其他阿罗汉就想 舍利佛不管不但是智慧第一 神通基本上也是第一 他说舍利佛不跟你肚 一定有他的姻缘 他说舍利佛智慧第一 他又很有慈悲心 他不肯肚你 那么一定是有不肯肚你的姻缘 那么舍利佛都不肯肚你了 就是舍利佛都布不了你了 我们怎么肚你 就这么想 那这个阿 这个人找不到佛 问舍利佛 舍利佛不愿意 就找其他的人 这样问问 问了整个齐验军事 都没有人要愿意跟他提毒 他就很伤心 但是他又想出家 所以就在那边哭 佛回来看见人 就问他 他就说了 舍利佛就说来吧 我跟你去吧 听了没多久就赠阿罗汉 好 就是这件事 那这件事常常被引诱 常常被提出来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那 因为舍利佛已经 这个人很有名 因为他在没有人 舍利佛不肯肚他 后来其他的阿罗汉也都不肚 所以这个人就很有名 因为他问过很多人 那这些人后来佛跟他说的 没有多久没有多久赠阿罗汉 所以就稍微 这件事就开始有一点点 就是大家会讲 那为什么 这个女女朋友 为什么他会赠阿罗汉 那就去问佛 那佛就跟他说 这个人其实不是没有善根 在无量节以前 因为入深山去取财 那么欲见老虎 他的原文是 入山取财为虎所逼 就欲见老虎 老虎要吃他 他就爬到树上去 然后念了一声南谋佛 以部位称南谋佛 害怕 就跑上去称了一声南谋佛 那么凭这归向佛的功德善根 现在才成熟而得度 好 我们先讲这件事 等于再来讲佛 到底是怎么观察中生意 那么这件事 听起来觉得很殊胜 但是你仔细跟它想起来 有一点点我们会觉得很疑惑 如果我们仔细想 那么一个人如果在无量节之前 只是因为一声南谋佛 经过无量节之后 这声南谋佛就会成熟 那我们就妥当 我们论人多少声南谋佛 对不对 那我们就等着等着等着 那有一天也会成熟 是不是 至少无量节以后 那我们念了那么多声 那是这样的吗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因为所谓的成熟 是要相续才会成熟 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件事 但是这个只是 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故事 很简单 你一块肉 比如说一块肉 饭好了 煮饭 你饭用我煮 这个饭要煮到熟 难道你是开一下火 然后关起来 然后等它就会成熟吗 那不可能啊 你这个饭 你要煮到 你底下生火 火烧了之后 然后就把它灭了 因为它有火的因缘 然后它就等等等 五量节之后就成熟吗 不可能 要怎么样 就一直烧 一直烧 烧到饭熟 就不用再烧了 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善根要成熟 菩萨度众生 庄严国土 成熟众生 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 庄严国土 是为了成熟众生 你要庄严国土 是为了成熟众生 成熟众生是什么 成熟众生的善根 那这个成熟 必须要让它相续 一定要让它相续 就是你要不断 有点像 你这个果子要成熟 你种子埋下去之后 发芽 然后就不管它了吗 没有 你要继续施肥 除草 浇水 如果没有 你放了它 它可能被虫吃了 被风摇折断了 怎么没有啦 营养不够死掉了 枯水没有水死掉了 就会这样 所以它成熟必须要相续 就是它那个善心要相续 善缘要相续 善业要相续 它才有办法成熟 那这里的 这里的故事 就是有一点一点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只要丢了一个种子在那里 不管它 那几年之后就可以看到一棵树 那么大部分没有办法这样 你看那个松树 一棵松树有几万棵种子 每一棵种子掉下来都变成一棵树 那还得了 不太可能是这样 那所以一样 但是这个是说故事是在说明 它只是在说明 佛的能力跟阿罗汉的能力不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编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或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来告诉大家 其实佛的能力 佛的能力确实大于阿罗汉 佛确实知道很多阿罗汉不知道的 确实 这个是确实的 但是他用这个故事来说明 那么阿罗汉其实还有所不知 不是真正的一切智 所以佛才是真正的一切智 一切智智 那但是这个故事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 其实他是在强调那个 一开始那个善根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法华星里面说的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难谋佛 皆已成佛道 那么你如果是 你只是一个散乱心去到庙里面 念了一声南谋佛 那么你凭着这一声南谋佛就可以成佛 那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的事 这样那提伯道都为什么不成佛 提伯道都没有念过南谋佛吗 他没有念过南谋佛本师释迦玛尼佛 他也念过南谋释迦 他跟着释迦佛出家的时候就念过南谋佛了 是不是 那当然后来也讲这个 因为他后来要下地狱之前 阿难劝他要忏悔 他就念南谋佛 要念南谋佛 念到南谋没有 佛还没念出来就下地狱了 所以后来说 他以后成佛学都说南谋 那当然这个是 这个是就在强调那一种善根相续 好 这是一个故事 那讲 因为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佛的智慧 佛的能力其实超越阿难 这一点是事实 但是这个故事会给我们觉得 有一声南谋佛就等无量节之后 他会成熟 我告诉你 成熟不是这样子 成熟一定要相续 一定要不断相续 你起了一个火 那已经有火了 火灭了 不管它了 就等它换成熟 不可能 放不可能的熟 火没有持续燒不成熟 总之丢下去就等它长成水果 不可能 你没有去照顾就没办法长成水果 所以这个 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说明的 好 第二点 他讲到 这可见在佛智慧的深测 广大面前 阿罗汉的智慧简直如日光下的荧光 其实他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就是说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佛确实优于阿罗汉 他只是举了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 那这些故事很明显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研究它的话 却是发现到这样说法是有问题的 或是说他省掉了很多的情节 或是省掉了很多的说法 就好像火花心讲 若然散乱心入于草妙中 一成南无佛皆以成佛道 你只要念南无佛 念过一成南无佛 你以后就可以平衡这身 现在的以前 散乱心念佛的现在都成佛了 散乱心念佛可以成佛吗 不能 但是以他为因 刚开始散乱 后来专心 后来念佛之后 一念佛的功德就行佛所行 就行佛 像佛这样发福利心 像佛这样修行 慢慢慢慢就成佛 其实是这样子 他把中间都省掉这样 只讲那个罪除淫 有时候我们也会讲这样 这个人当初就是因为这样 后来现在成功了 可是他从当初发心到现在成功 这中间是经历了多少挫折 他坚持下来 他才有办法这样的 如果只是当初发心就成功 当初这么多发心 跟他发心一样的人 怎么不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稍微分辨一下 好 那还有就是说 到底佛都是怎么观察这个善根的 善根到底会不会成熟 这一点 这个在阿含经中 那么也有提到这一件事 但是他是从佛 佛跟这个阿难讲 因为佛受记提伯达多 会下地狱这件事 那么其他的人都没有讲 一些阿罗汉也没有说过 但是佛为什么会知道提伯达多 会下地狱 那么提伯达多至少他是出家 而且他用功修行过 那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他都还没死 还没死 佛他后面还有一些 他可能会改变 那佛为什么可以这么笃定 这么确定提伯达多 会下地狱 而且一节之内都没有办法救进他 照理来讲提伯达多都还在 他还没有下地狱 他现在还是出家生 还是佛弟子 那么他还没死 而且他也还好好的 那佛为什么这么笃定 他会下地狱 那好像不知道七天前 还是几天前预计 他七天后还是几天后会下地狱 那么为什么可以这么笃定的讲 那其他的人没有办法这么笃定的讲 就好像有一个居士也来问佛 一个外套 有一个大长者来问 为什么其他的沙门 佛人门 都不会预计他的弟子要去哪里 去哪里 死后去哪里去哪里 为什么佛你可以 还死后生什么 生哪个地方 生什么地方 这个证出口 一个证恶果 其他的没有 佛就可以 那其他的阿罗安也很少去受寄 其他的阿罗安也很少去受寄 这个人家人名 就是佛 那为什么佛有这种原理 好 这个在阿罕经有一本中阿罕叫做阿奴波经 我们稍微来讲这件事 他叫做阿奴波经 中阿罕 中阿罕 阿罕坡 阿罕坡 那么这个阿罕坡 阿罕坡是一个地名 他在阿罕坡在哪里呢 在拔解果 拔解果就是拔齐族的 拔齐果 或是拔解果 拔解果的这个首都是哪里呢 就是披舍里 但是他是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在首都 在一个阿罕坡村 这个地方 佛有三大 三大地方是经常去的 一个就是王舍城 摩基托果的王舍城 最长去的是乔沙罗国的舍卫城 这是最长 那么舍卫城有个奇点金色 王舍城有个竹林金色 王舍城跟舍卫城 摩基托果的王舍城 乔沙罗国的舍卫城 这两个是主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辟舍里 辟舍里是拔解果的 那么这个也长去 他在阿罕坡村 在这个地方 好 那里面说到什么呢 里面说到所谓的 他就讲 他是佛跟阿罕讲 他问有一天 阿罕跟佛两个人 一起去这个阿罕坡村 那在一条那旁边 阿罕坡村有一条河 就在里面洗澡 洗完澡的时候 那么就是木律 那洗完澡的时候 佛就跟阿罕讲 阿罕 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跟这些人说 这个提伯达兜以后会下地医 曾经这样受惊 就是曾经这样预言 提伯达兜会下地医 佛说会下地医 就一定会下地医 那阿罕听了当然会上去 提伯达兜是他亲哥哥 不过他怎么恶劣 他还是他哥哥 那所以阿罕听了 实在实习里面有一些难过 那这个佛就跟阿罕讲 他说如来 这里提到的就是所谓的 如来大人根治 讲到所谓的如来大人根治 那么这个是超越一切身文 跟一切外道的 外道就更不用讲了 那身文超越一切身文 大阿罕都没有办法像佛这样 他叫做如来的大人根治 就是如来的智慧 好 那他里面说到 这个有两种 就清净法衰退法 就是讲到三种法 但是分两列讲 他讲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 他讲第一个说 他分三种 我们先来看 清净法衰退法 还有一种 两个 这个是清净法衰退法 清净法衰退法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人 要讲所谓的 我们要讲所谓的 善根成熟不成熟这件事 那怎么样断定这个人 有善根没有善根 像这里大毗无杂论 里面说到 阿罗万观察他没有善根 到底是怎么样观察他没有善根 那你怎么直接可以看这个人没有善根 那为什么佛又看这个人有善根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看的 那善根成熟 有没有善根 第一个有没有善根 第一个有没有善根 有没有成熟 佛要度众生都要看善根有没有成熟 那没有善根的人 难道不能给他做善根吗 因为佛是没有善根的给他做善根 有善根的让他成熟 成熟让他得度 他是这样 所以说那你说观察他没有善根 就不让他出家 那你说你这个没善根就不出家 那他不是从神以后永远都没善根 所有的人这下一辈子再来 再看还是没善根 下一辈子再来还是没善根 那他还怎么办 那这个人不是勇士都不能成果 勇士都没善根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是不是 那也不会这样 照理讲也不会这样 没善根 至少跟他种的善根 是不是 其实也是像这样 其实 那我们现在要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单单从这个故事里面 那来讲 那佛到底都是怎么观察这个众生 有没有善根的 那从阿努波金里面来讲 他是为什么要受祭提伯达多多 因为提伯达多多现在断善根 所以才受祭他下跌 那我们从这件事 从这本经来探讨 到底所谓的什么是善根 那怎么善根成熟 怎么判定一个人有善根没善根 因为佛头怎么断定提伯达多多 因为还没到 为什么断定他一定会下跌 那再来探讨说 像这样讲 为什么断定他没有善根 你就不用 有没有善根是一回事 那没有善根就不用 不可以种善根嗎 不可以出家吗 还是可以的 就算他这一辈子 出家了不能哲解脱 那至少他有种善根 那下一辈子可以 因为他前辈子出家过 修寫佛法过 对不对 它可以 类似像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有一点点会 对这个故事有一点点就是说 我们要比较细的讨论 好 来看 这里是讲到 这个阿努波经 他讲到所谓的清建瓦 酸醉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生地义的 必生地义 或是宪法必得波涅槃 就是生怀命中必多第一的 必多第一 或是 这个是下一辈子 生怀命中必多第一 或是在献身 就宪法 就得波涅槃的 有这不同 它有分两组 有这这种不同 它是写清建瓦衰退瓦 然后这个必多第一 衰退瓦清建瓦 必得波涅槃 那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经文里面写的 它这里讲 我们从经文看 阿努波经 他说阿努 跟阿努讲 阿努 我不见提普达多 有白剑法如一毛巡 因为这个牵涉到 佛知道提普达多未来会下地 那为什么现在不救他 为什么现在不救他 你又眼睁睁看着他下地 他还是你的徒弟 他还是跟着你出家的 他的弟弟做你的侍者 而且从世俗来讲 他也是你的表哥 提普达多应该是佛头的表哥或表弟 因为他是或者是甘露幻王的 或者是胡幻王的 因为他们有四个兄弟嘛 白幻王 静幻王 甘露幻王 跟胡幻王 那提普达多 有些说是甘露幻王的 有些说是胡幻王的 不晓得 我们这就是 是他属属的 因为静幻王是老大 静幻王是老大 这是释迦佛的爸爸是老大 提普达多的爸爸 不认为是老二老三还是老四不晓得 那就是我们都谈兄弟 是谈兄弟 不是谈兄弟 他也不是他的谈哥 就是他的谈弟 提普达多有可能是 跟不晓得年纪比佛他差不多 但是不晓得是他先还是提普 是叫佛先 这两个人一直是当时就有竞争地位 所以很可能提普达多是 可能比佛还大一点点 或是跟佛同年纪 或是比佛小一点点 就是两个人差不多多少 那从世俗的关系来讲 提普达多可以是他谈兄弟 从初世间的关系来讲 是他的徒弟 那阿难是提普达多的亲弟弟 阿难侍奉佛非常地忠心 那这个部分来讲 那么释迦佛看见提普达多 要多低于人道不想办法救他们 那为什么救不了他 就好像这里有一个神力佛 为什么不渡那个老人 当然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又是一回事 只是说他在呈现一种观念 就是说主要是在讲佛的智慧超越身闻 只是讲这种观念而已 但是我们藉由这种观念来讲 那到底佛都是怎么观察善对的 观察这个人可以得度 观察这个人会多低 观察这个人不可救济 那到底怎么观察 我们来看 就是成所不成所 我见我不见提普达多有白禁法 白禁法就是清禁法 那么如一毛许 这个就是说到即使你有一点点善根 那么你凭着这个善根就好像 你这个火都要灭了 但是你只要一点点火苗 那么在加以上又会起大火 你连一点火苗都没有 你怎么样用多少方法 都不能够会让火再生起来 那类似像这样 那你只要还有一点点火苗 赶快拿那个容易起磨的 会用油垫下去 然后它就会起磨了吗 我不见提普达多有白禁法如一毛许 他在跟阿难解释 为什么会受寄提普达多下地 那为什么知道提普达多将来 几天后会下地 一般是说七天 那会下地 那为什么现在不救他 讲这个 事故 就是我要救他救不了他 他有举很多批译 但这个经文太长 我们就不写那么长 我们先把这个写 事故 我一向记 一向就是很肯定 那么我一向记 提普达多 必至二出生地一中 注资一节不可救济 而且在地域里面至少一节 没有办法帮了他 不可救济 不可救济 如果我们现在讲 就变成要请地藏菩萨去地域救他 其实地藏菩萨也没办法 地藏菩萨不是去地域救人 地藏菩萨最主要的不是去地域救人 地域救不了人 地藏菩萨最重要的是 地藏菩萨最重要的是 让人不多地域 是这样 让那些造地域业的人 赶快收手 让想造地域的人 不敢造地域业 那没有造地域的人 不会造地域业 主要是这样 地藏菩萨的精神在这里 告诉你地域都可怕 让那一些想造地域的人 不敢造地域业 那让一些已经在地域的人 赶快忏悔 让那一些没有造地域的人 永远不会在造地域业 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所在 他并不是地藏菩萨去地域里面救人 很多人最喜欢讲 我不入地域 谁入地域 不是啦 你入地域也救不了人 提菩达都入地域 释迦佛也没有办法 不可救弃 那么我不入地域 谁入地域 意思是 他并不是说我去地域救人 不是 我要让这一些会斗地域的人 或有可能斗地域的人 不入地域 我如果不阻止这一些人 我如果不劝导这一些人 我如果不来帮助这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以后就会入地域 就是我没有来帮助他 那么他们就会入地域 那入地域就不可救了 入地域就没办法救 提菩达到入地域 佛也救不了 佛都救不了 佛杀能救吗 不能救啊 你要知道 所以他会跟你讲 遇见那个 他第一个跟你讲 第一个多恐怖多恐怖 然后都是什么业的 所以他在跟你讲 那应该怎么样 遇见杀身者说短命多兵包 遇见邪影者说鸳鸯各界告 例如像这样 你不要照地域愿 你照地域愿 你照地域愿就不可救 那有心照的 或是已经在照的 要赶快唱会 那么赶快怎么样 赶快照善愿 那么这样你才是得救的因缘 你才有得救的因缘 那么要不然没有办法 谁都救不了你 如果可以佛就可以救提菩达多了 是不是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好 那么住字一解 不可救进 这里面一解 一解很长的时间 在第一解一长 没有人可以救得了出来 那阿难 他现在讲阿难 如来以他心智 如来都是怎么观察的 怎么知道这个人可救 这个人不可救 这个人有善根 这个人没善根 如来要去观察 比如说他要去渡三家舍 观察三家舍有善根 他去救他 他去渡他 他要去渡成东老母 成东老母有善根 成东 就是所谓的城 东边有一个老菩萨 佛陀观察他 这个人善根具足 是这一生可以证阿难 可以得渡 所以佛陀去渡他 可是怎么渡都渡不了他 后来再观察 因为这个人 这个人的因缘在阿难身上 所以要度化一个人 基本上 第一个你要有善巧方便 有智慧 有能力 还要你跟他有缘 他要有善根 他基本上要怎样 他要有善根 你要有善巧 智慧 方便的智慧 善巧 那么你还要跟他有善缘 要不然没办法 他可以得渡 但不是因为你 那 或是他没有善根 谁来他都没办法渡 那你要跟他有善缘 你可以逼他 你跟他没善缘 他可以得渡 但不是因为你 或是你的善巧不够 你渡不了他 那这样 好 阿难 这个佛跟阿难想的 他说如来以他心智 那他心智就是他心头 如来以他心智 那如果阿难也有他心智 所以阿难也会知道 这个 他会观察 他也会观察 但是观察是观察 没有像佛这么清楚 这么究竟 观察那么远 很远很远的 他都能够知道 好 如来以他心智 观他人心 知此人成就善法 亦成就不善法 此人成就善法 亦成就不善法 因为万分 这就讲到我们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照过善 现在练心也有存着善心跟恶心 有时候就是一样 我们有时候好心一点 有时候坏心一点 有时候好话说一点 有时候坏话说一点 都会有 就是我们就是善恶夹杂的 有时候存好心 有时候存恶心 有时候是嫉妒心 有时候怨恨心 有时候又很随喜别人幸福 有时候又很嫉妒别人幸福 有时候会诅咒别人 有时候又祝愿别人 我们都是这样的 即使是佛教徒 多多少少也会起一点烦恼心 就类似像这样 有成就一些善法 那么也成就一些不善法 造了一些善业 也造了一些恶业 发了一些好心 也发了一些恶业 做了一些善事 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多多少少会 好 那么佛有他心通 那么很明白知道 这些这个心的状态 就好像这个医生 是透过仪器 或是透过他的利害 他把你的脉就知道 你哪身你哪里哪里不好 那个气息 他就可以知道 好 那 如来后食 你看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慢慢看 如来以他心智 就从这里开始讲 他讲到清剑法摔对法 然后再讲到 到底善根都是怎么观察 那么第一个 他先看这个人 现在是什么状态 然后再看 你看他会再看 那么如来后食 他不是看现在的状态一样而已 他还要看 那么过几天后 或是之后 那么如来后食 以他心智 以他心智 你看他到底都是怎么观察 身不善法 此人善法以免 与有善根而不断解 不善法 他善法以免 不善法以身 但是他与有善根 而不断解 从此善根 当父更生 这个比较长一点 当父更生善 如是此人得清剑法 好 他现在在解释 为什么不渡提伯达多 为什么不救提伯达多 明知道他会渡地 为什么不救他 他先解释 他有讲 如果提伯达多 有白剑法 就是有善根 那么无意毛曲 如果他有一点点 像一根毛那样一点点 他从这个 就好像火苗一样 那么他都可以从这里 再生起善法 那么就是我们的内心 基本上是很复杂的用状态 有善恶下长 但是当你一直相续 都是起那个恶法 起到那个善法都没有了 而且断绝了 那有一些人是虽然造恶月 但是心中还有一点点良心 就那么一点良心 慢慢这个良心扩大 被引发出来良心扩大 那么就开始 就开始怎么样 去恶向善 其实讲这样的 那么你一直造恶 造恶到你不顾一切 都那个良心没有了 我们讲善根 善根 白剑法善根 如果讲善根 那么与有善根而不断绝 那么这个善根基本上 有三善根 不贪 无贪 无成 无吃 其实就是烦恼 你对于烦恼有点惭愧 那么中华文里面 在《爱案经》里面也要讲 假设一个人有惭愧心 那么这个人就还有救 如果这个没有惭愧心 所以这个人没有惭愧心 这个人就没有救 所以他说人跟畜生 最大的差别在 有惭愧跟没惭愧 就是你善道跟恶道 那么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善根愧 是最主要的善根 那无惭无愧 基本上就一定 所有的烦恼都一定 跟随着无惭无愧 所以从这里来讲 产跟愧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最后的那个 最小的就是那个善根 就是你做了坏事没有惭愧 那么这个 如果你做坏事那是不惭愧 但是你还有惭愧心 那么这个虽然做坏法 但是这个善法里面不善法里生 但是云有的善根而不断绝 所以如果从阿含经里面来讲 就是一个人有惭愧心跟没惭愧心 所以惭愧心到大善地法 所有的善法都跟有惭有愧一起 所有的不善法都跟无惭无愧一起 聚生 那么如果我们从善根来讲 它就是三善根 这个无贪无称无词 如果从一切善法都是跟惭愧心同时存在 那么惭愧是最少的一个善根 那另外像性敬念定位 那是五根 那也是善根 好 那先来看这个 如是此人得亲近法 那么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的亲近法 那第二个是衰退法 它先观察 意思是怎么样 很简单 就是你这个善根没有断绝 那么你从此善根 当负更生善 其实就是相须 你从这个里面 开始慢慢慢慢改位向善 慢慢慢慢上 如果你没有 那就没有了 像提波达多 提波达多出家 前六年 因为佛者十二年才自戒 那么他是大概第七年出家的 所以前五年 前六年 他都是遵守规矩的 他也读很多去 他甚至很努力修行 离遇 然后得神通 他为了要得到阿者士 他的心不对 但是他至少 很努力修行得什么 得神通 你要得神通 那也要很有功 是不是 他要很照努力修行才有办法 他也努力得到了 所以你说他都没有善法吗 肯定是有的嘛 但是他现在这个心 那么一直照恶的地方走 没有善的相讯 而且他照了那么多的恶 他都没有惭愧 而且要害死佛 那你看 那这样的心已经是 已经没有惭愧了 那佛讲他 他也不当一回事 那么大家诅咒他 他也不当一回事 基本上就是没有惭愧心了 那么一直想 一直觉得 佛对不起他 佛看不起他 他一直这样觉得 那所以就想要 他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尊敬佛 不尊敬佛 那为什么大家都只看到佛 没有看到佛 那么我也可以做佛 所以他就跟阿哲斯王密谋 那么想说取代佛 那这个阿哲斯王取代了 这个品博索罗 他要取代佛 因为品博索罗就是护持佛的 那现在所以他就鼓动 这个阿哲斯王 这个还害死了他的爸爸 把他关起来 跟他讲他是 以前他刚出生的时候 这个他的爸爸 怎么样怎么样 本来要把他弄死的 我就讲这个 让阿哲斯王心生恋恨 所以才把他的父亲关起来 这个就是提伯道说去讲的 那导致于这样 他就想让阿哲斯王护持他 阿哲斯王早期是护持提伯道 你看他这样一直下去 而且相续都是 一直做坏事 而且佛讲他 他也没有惨规心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 佛受益他这样下去 已经没有人可以讲得到他 为什么 佛是最有力量的人 佛讲他都讲不动 那么阿那去讲也讲不动 阿那也曾经劝他也劝不动 那么最有力量的 佛是最有智慧未得力的 讲不动他 跟他最有关系的阿那 他最帮助他的 那么也讲不动他 那世间没有人可以讲不动他 舍利弗目见人那也没办法 没有啦 其他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恶心一直相续 没有惨规心 所以佛就记他断三根 他曾跟阿那举个批 这样有一个人掉到厕所里面 全身都在厕所里面 你要拉他出来 要有一个手或是一个干净的手 让他拉出来 都没有啊 都没有 拉不出来 没有一根绳子 或是没有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拉他出来 没有 那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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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第三个弊度地义的 提伯达多 那要讲提伯达多 弊度地义之前 他先讲 佛都是怎么观察善根的 不用修行 我们就看 佛是怎么观察善根的 那第一个是亲近法 就是说 这个人虽然你看 有善有恶 那他虽然现在造恶业 他虽然现在造恶业 善罚以灭 就变成一个坏人 不善罚以胜 他过去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有好有不好 大家都这样 好的也会有一点不好 不好的有一点好 都是这样 好一点多一点 或是坏多一点 但是慢慢慢慢 他这个人怎么样 善罚不做 你看 灭善罚 好事不做 好话不说 好人不做 开始生不善罚 脱拐强辩 一些有没有的 但是 他说善罚以灭 不善罚以身 但是与有善根 而不断绝 那这个人还有一点点什么 有一点点良知 有一点惨愧心 一样是 比如说一样是去抢劫 他会怎么样 不要伤害人 像这样 那这个就表示什么 他有一点点良心 那有的就没有了 感性善觉 那这个就 这个就不一样了 好 那么这种人 那慢慢这个善根 还可以什么 还单根 你要去怎么样让他 引发他那个善根 不断不断 藉由他的惨愧 藉由他的良心 再让他扩大 细是这样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衰退法 衰退法 那衰退法是什么 就是一样 前面都一样 如来以他心智 观此人心 那么第二个是 此人善法以灭 不善法以生 于有 他是 第二个是 于有善根 而未断绝 于有善根 他也是有善根的 因为他只要有善法 他曾经生过善法 成就善法 一成就不善法 所以他曾经有那个善心过 那个就是善根 那个就是善根 他曾经有那种心过 就好像我刚刚见南蒙火 那个是善根 那个是善心 那 于有善根 那他说 而未断绝 必当断绝 所以就不一样了 他也是曾经有发过好心的 那个就是善根 但是这个善根后来没有 进进进进进就没有了 他都没有惭愧了 所以虽然还没断绝 但是必当断绝 他一定会断绝 尖尖尖尖尖看 这个还没断 但是一定会断 还有一样有善根 但是一定会断 这就是提伯达兜 那么提伯达兜的更麻烦 他这个叫做什么 衰退法 现在还没断 但以后一定会断 提伯达兜的是已经灌了 那这里是第二种的 叫做衰退法 他会渐渐渐渐衰退 虽然还有一点点善根 但是他这个善根渐渐会断 所以我们刚才来讲 那个医生难模否 是不是八万大结之后 他就会成熟 没有 就看 就看他有没有成熟啊 有没有相续啊 那善法有没有生啊 那么 而且就是有没有再生善法 那这是第二个 鱼有善根 微断绝 但是必当断绝 这个就是酸退法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好像你把种子放到土里面 但是你没有给它浇水 没有下雨 没有给它肥料 然后它会长大吗 它会长大到结果吗 不会 类似像这样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现在 他是 他是两个部分哦 现在先看他的心 与他心是观此人心 现在看这个心 他的心有哪些那些那些 然后再看 过了一阵子 再来看 他的心哪些那些 然后从这样来说 这个人 有善根 没善根 善根有会断 不会断 那这边是有善根的哦 这边是有善根的 有善根 善根不断 有善根 善根会断 还没断 但一定会断 那 这个是有善根 善根还没断 但是不会断 那 这个是从 比较不好的方面来讲 比较好的 等一下再讲 那 这个是第三个 不见此人有白剑法 如一毛虚 就是 现在看他这个人的心 就从现在去看 我用他心通去看 不见此人 有白剑法 善法 因为提伯达都要堕地狱之前 是造了很多恶业的 跟他刚出家的不一样 刚出家的时候 佛陀并没有做起提伯达都堕地狱 佛陀受起提伯达都堕地狱是 提伯达都要堕地狱的七天之前 那么后期他会下定义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心 已经都是 已经就是所谓的断善根 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散法 二事做绝了 连佛都要害破何何生 然后又要害死佛 然后又鼓动 阿哲斯王去害平伯苏罗王 阿哲斯太子 他本来是太子 去把他爸爸关起来 他本来也要把韦提西关死了 后来是因为齐伯他们劝 才还没有 那所以这个 那你像阿哲斯王又不是 阿哲斯王帮助提伯达都破何何生 又害死他父亲 但是他的断根 善根没有断绝 他后来感到惭愧 那不再护起提伯达都 那佛陀喵 他转而护持大家设 结极经典 你看这个就不一样 你看他就变了 不然照阿哲斯王这样来讲 阿哲斯王也造了很重的罪 那你像阳爵摩罗 杀了那么多人 但是他善根没有断绝 类似像这样 他说不见此人有白禁法 如一毛曲 这个就在讲提伯达都 此人恶不散法 一向充满 他说这个人恶不散法 心里面都是不好的 都没有一些好的 提伯达都到了后期 就只是怎么样取代佛 怎么要害死佛 一直在怨恨佛 那特别是佛在大众中骂他 你这个愚痴的人 因为他为了要得到 阿哲斯王的供养 那么就去练神通 大家都不愿意教他 就阿难教他 结果他得了神通之后 就去变给阿哲斯王看 但阿哲斯王对他 他怎么变呢 他变成一个小孩子 躺在阿哲斯王的 阿哲斯王肥肥的 躺在阿哲斯王的手上 阿哲斯王一面笑 就一面流口水 他就去吃阿哲斯王的口水 那这件事有人去展给佛 知道了 佛就骂他 我就是讲他 喝着他 所以你这个淡破的痴 就是你怎么这么愚痴到 去吃这个国王 你是一个出家人 你怎么为了讨好这个国王 那么去吃他的口水 那么这件事 他在大众中讲他 喝着他 提伯达都因为这样更怨恨佛 就不给他们 开始要害死佛 想要害死佛 那么这件事他开始就是变成这样 恶不善法 一向充满 那之后佛才受益他一定会落地义 那么此人 他说 此人恶不善法 一向充满 一向充满就是充满 充满什么 内心 内心一向充满惠污 一向充满惠污 就是内心充满着误会 都是烦恼 充满着烦恼 为当来有本 就未来受苦就是因为为这个 你现在烦恼造业 他你就会受苦吗 为当来有本 当来这个有就是 三有 欲有 色有 无色有 那他是地义的 或是三恶道的 这个有 四生九有 好 为当来有本 烦恼苦暴 生老病死因 当来有本 烦恼 苦暴 生老病死因 生老病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生老病死因 生老病死因 好 再来看 此人生外命中必之恶去生第一种 就从这边来看 此人生外命中 就这里 第三个 此人生外命中必之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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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堕第一种 生第一种 这个是 里面讲到所谓的 第一个清静法 第二个衰退法 第三个就是 生外命中必堕第一 这是三个 然后还有另外 另外还有三个 他讲所谓的 也是清静法衰退法 就是 另外的就是 不一样 我们来看 这些地方都不要了 再看这个 另外的 前面都是一样 但是 第一个 成就不善法 成就不善法 亦成就善法 都一样 成就不善法 亦成就善法 这个就是一般的状态 都是 成就不善法 亦成就善法 前面的是 成就善法 亦成就不善法 这个是从不善的来讲 这边是从不善的来讲 他有分三种 他虽然 是坏人 心比较不好 但是他有时候 也有一点好心 那这个又有分 他 这个好心 他会 更深善 就是 他会一直做 做这一些 他有一点常规些 那这个是没有 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狠 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恶 那这样的话 他慢慢慢慢 现在没有断一 一定会断一 那就是 所以这三个里面 大概 这个 这个还是清洁法 其他的都没有 其他的这个就没有救了 这个是 没有多久就不救了 就救不了 这个是还有救 就是他说还有熏雕 还可以救 还可以救的活 这个就是 现在还没死 但不久也要死 这个就是一定会死 差别在这样 那正在这里 另外一个就是好的部分 就是善的部分 这个人成就不善法 亦成就善法 那 现在看起来是个好人 但是 我们来底下看 于有不善根 丹更生 但是他也有不善根 这个是有善根 从他善根来讲 于有善根 那这个人是好的 但是他有时候 也会有一些不好 比如比较贪心 称真心比较强 那些像这样 那 于有不善根 这里就从不善根来讲 于有不善根 当更生不善 那这里是从他的不好里面 但是还有一点点好 这个好可以扩大 这个是 这个是好 但是他也有些不好 这个不好会扩大 所以说 于有不善根 当生不善 那么 这里就是他的不善根 还有这个就是什么 摔退法 就是这里我们前面讲 清静华摔退法 这个摔退法 摔退法就是 第二个这个 而未断绝 必当断绝 就善根未断绝 他这里就是 他的这个善根有 但是他的不善根力量强 还会再生不善 所以他还可能会摔退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 于有善根 而未断绝 必当断绝 于有不善根 而未断绝 必当断绝 这个人还有一些烦恼 还有一些不好的心 那么 但是他一定会断 就像出国 出国也有不善根 出国还有贪嗔痴 还有不善根 善根是无贪无称无痴 但是我们反复是这样 就是他还是会 退会转 就是 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但是他看起来是好的 他看起来出家休息是好的 但是他会不会一定得解断 会不会一定把不善根断掉 这里是所谓的断善根 这里是断不善根 断不善根 断不善根就是断坛诚痴了 那么 所以 这个一般的人是这样 一般修善的是这样 他 你看他修善 你看他念佛拜佛 痴呆 但是 他成就不善 成就不善法 亦成就善法 但是 他余有的不善根 还有 所以 这些不善根 这些贪生吃的根本 还会生起 种种 就是 无贪 无辰无辞 或贪生吃 山善根跟山不善根 他还会 起烦恼 照焰 还会可怜 还会退会转 所以叫衰退法 那 这个是余有不善根 没有断绝 像出果 出果 不善根还有 他有贪有辰有吃 二果 薄贪生吃而已 三果才把玉滩断掉 一样有贪有辰有吃 没有 三果没有称了 三果有贪 没有称 那这个贪是涉贪有涉贪 但是他没有称 他没有玉滩 没有称 但是还有涉贪有涉贪 也有吃 也有吃 五名 最后的五名 但是 他一定会断绝 所以 出果 二果 三果是余有不善根 而未断绝 必断断绝 那这个叫做清静法 这个 这个是穿越队法 那这个是清静法 那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此人善法 不见此人 不是 这个第三个是 此人 不见此人 不见此人 有黑夜 这个是白夜 白剑法 黑夜 如一毛曲 这个就是阿罗汉人 阿罗汉人 没有一丝丝的烦恼 没有一丝丝的恶心 没有一丝丝的恶业 那么 此人善法 一向充满 与热 热 热霸 必生热出 而得长寿 阿罗汉当然不会再生 但是他看见的是 这个人善法 一向充满 以热热霸 大概正果的胜责以上 比如说三果的 他基本上就不会有黑夜了 那正出果 他基本上不会有三热道的烟 正出果 不会有三热道的烟 正三果的 不会有玉界的烟 不会有的 那么 娱乐热霸 必生热出 而得长寿 那么 急于现世 而得波涅盘 正阿罗汉的 没有一丝丝的黑夜 那么他这一生一定会波涅盘 即 急于现世 在这一生 那么 而得波涅盘 而得波涅盘 没有一点一点黑夜 那个是阿罗汉才没有 断尽烦盘 就是把贪生痴断尽了 那么阿罗汉在这一生 他就是有云涅盘 那死掉了之后就是叫做无云涅盘 就是这一生静了 我生已静了 所以现世得波涅盘 完全的涅盘 就是无云涅盘 那这里是在讲到佛怎么观察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善根 那这个人的善根 是不是他只要有善根 是不是他只要有善根 那么这些善根 就是时间到了就会成佛 没有 不是这样 你看 第一个 他有善根 但是善根后来断绝了 衰退了 那有些善根没有断 他凭着这个善根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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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上吧 后来还是可以得到清醒 还是可以成佛 还是还可以解脱了 那有一些人本来是有善的 但是慢慢慢慢没有了 没有相续嘛 接着之后就 照他这个情报告 没有多久就断了 算善根了 其实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救起 那你这个一向充满的 那么一定会剝裂版的 这个是像蛇利佛目见脸 这种已经没有些许的黑焉 像黑波达多这种心里面 一开始是有的 他一开始是有的 但是从佛头观察他的心开始 他后来一直都没有 心中完全没有善烟 没有善心 没有惨愧 那因为这样 充满着贪生痴 那因为这样 所以佛头才受益他 落定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就是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善根 就好像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一样 不可能没有善根 但是从现在的状态讲 从现在的状态讲 那么他这个人可以说他没有善根 所以后来才会有所谓的一产体断善根 那一产体能不能成佛 那么他从提伯达多 如果现在看是怎样断善根 但是提伯达多从地域出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在身上把在成佛内 如果我们从元旗来看 那还是可以的 那不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他是要堕地域的 堕地域是他没有一字字的上法 可以让他不堕地域 没有啊 那心里面充满着佛友都充 因为他的力量太强了 你现在没有能力让他不堕地域 如果可以 释迦牟尼佛一定会想办法 让他不堕地域 那么他现在的心充满着贪生痴 没有惭愧心 所以我们说他断善根 没有善根 他必堕地域 那么假设他还有一点点 就好像这棵树都已经死掉了 如果他还没死 那么还想去办法可以把他救活 这个人心跳都没有 命中温度都冷了 没有办法再救活过来 如果他还有心跳 看他 看他虽然没有动静 但是还可以想办法救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从有善根没有善根 佛陀都是怎么观察的 善根这个到底是怎么说 那当然从缘起的角度来看 没有真正断善根的人 因为一切众生都可能成就 你从定义还是可以再出来的 那定义出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再行善 可以的 没有人会永远做第一 没有人会永远做第一 那佛教并不是像基督教的人 有那个永生的第一 你在地域受苦完了之后 假设你 因为提保达都毕竟出过家 在释迦牟尼果时代 听了那么多佛法 他也能演善道 那么凭借了这一些 那么他当然还是可以 做完苦之后 那么他那一些还可以相选 但是并不是说凭了这一些 那么他自然就会成熟 没有 没有自然成熟这件事 就是你必须不断地相逊 善要在身上 那不断地让他增长 增上他才会成熟 你不是放着他就会成熟 没有 你过去造的这些三页 他就会成熟 如果是这样 那你造的二页放着也会成熟 是不是 那我们过去真的造那么多二页 那么这些每一个二页都会成熟 那我们怎么可能得解脱 你如果 你如果起的三念造的三页 放着就会成熟 那你造的二页 起的烦恼 那放着也会成熟 怎么三页会成熟 二页就不会自动成熟 那如果都会自动成熟 那要怎么报 那就不能报了 那你证了阿罗汉的人 他也有很多二页 但是二页不成熟就不收报 所以一页要成熟才会收报 那一页要怎么样才会成熟 相续造他就会成熟 重点是这样 所以你修善的人 那么他不再相续造二页 过去虽然有二页 但是他不成熟 他就不收报 所以阿罗汉过去生存 造了很多页 但是那些一页都不成熟 那么已经成熟了 他一定要收报 没有成熟的因为他不再相续 他不再起任何的心 跟他相续 不再造任何的业 让他成熟 那么他就不会成熟 那这样他就不会收报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说 那你看这个人八万大解前 念了一尊南模佛 然后八万大解之后 这里是想无量解 也是想八万大解 八万大解之后 他就成熟 然后就可以证阿罗汉了 那这样就太好了 这样我们何止是一尊南模佛 我们念了多少尊 我们又本师释迦摩尼佛 又拿摩阿弥陀佛 又拿摩耀士又离光佛 我们念的佛可多了 这尊佛不来救 那尊佛也来救 这尊佛不成熟 那尊佛也成熟 参加一个佛心 念了多少佛 那我们不要懂到八万大解 那也会成熟 没有 不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相续 让那个善法增长增长增长 他不增长 你一直不增长 长期不增长 他就灭了 灭了你就一定会剁善热道 但是善热道晚了之后 因为他无自信的 他也不一定都是这样 即使从地域出来 他还是会再生善法 然后再让善根相续 又回到前面来 生善法又生不善法 那问题是你让善法增善 还是让善法不增善 那类似像这样 像大圣经里面讲到 文殊菩萨过去又毁谤 毁谤这些人 他增落地域 但是因为听闻这个善法的 也因缘 也因为成为这样 而后来成就智慧地域 那这个也就是说 他增地域的基本上都是断善根的 只要会增地域都是断善根的 那断善根并不是说 因为心它不一定是这样或是那样的 或是你有这样 它就一定是这样 没有 它是变化不定的 无产的 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它即使是善跟恶 它都是暂时的 那么阿罗安的善就是永远的善 佛的善当然也是永远的善 他们又有点难无法了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就是从这个阿努波节 里面来看到所谓的 第一个佛到底都是怎么观察 这个人 他怎么跟这个人受计的 那一定会振阿罗安 他一定会振出果 那七次仁天王法 但是七次还要看他 他不一定几次 你看这个人之后怎么样 所以他要不动观察 他不是现在看了就可以认定了 他不是我会看你这个人 就认定了没有 他现在看你是什么状态 再过一阵子再看你什么状态 如果你现在是这样 那过一阵子你还是这样 就表示你的心相续就这样 那提伯托多外下定义 他并不是一开始 他来出家就跟他讲 你没上去 你没上去 他怎么在顾他 对不对 他会下定义 提伯托多来出家的时候 他没有说他会下定义的 没有 但是他是提伯托多造那么多恶业之后 而且没有惨愧心 佛陀就受信他会下定义 其实是这样子的 说他断善根 内心 他过去有 他过去是有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内心没有一丝白净法 所以是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从大庄元经历里面这个故事 来探讨一下就是什么 佛陀到底是怎么样 看见这个什么善根 那善根到底是什么 善根基本上主要是无坛而成无辞 那从佛法来讲 那么你生起烦恼的根本就是无产无愧 从这个地方来说 好 所以他讲 但是我们说这个故事最重要在后面这句话 就是佛的智慧超越一切的生文 他在表达这种概念而已 好 那么还有自己心生残此 因为这里的这个记主要是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尽 那前面这个是在讲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尽 那么 还有觉得自己心生残此 自己觉得有所不能 所以 前面那个故事在讲此有所不知 现在接着讲此有所不能 好 那这个此有所不能 举了两部经 主要举两部经 一个叫做 唯摩解所说经 一个叫做 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这两部经 好 那这两部经都是大圣很代表性的经典 他在讲 菩萨怎么样超越神文 菩萨功德怎么样比神文殊胜 他是在表达这种概念 他不一定是事实 就是我们说这个是表法 好 我们再看 不能如佛菩萨那样的大能 就是有那种能力 那种很具足 比较很大的能力 如舍利佛说 这个是法法菁的 这个还是法法菁的 乌乎生智者 云和而自欺 我等亦佛子 同路无落法 不能于未来 眼说无善道 就是 其实佛不能 阿罗汉不能像佛这样 杜宗生 也没有办法说怎么成佛的 只能知道怎么得解脱的 是这样 那 就是阿罗汉可以知道怎么得解脱 但是不一定可以让很多人都得解脱 那这里讲的无善道是佛法 是佛法 就是成佛这个无善菩提 就没有办法说教人家怎么成佛的方法 他只能够教人家解脱的方法 但是没有办法教人家成佛 因为他自己都成不了佛 他自己都没有成佛 怎么教人家成佛的方法 没有像佛那样 好 他说其实阿罗汉不能的事太多了 其实佛也有不能的事 佛有三不能 不能度尽一切众生 然后不能灭定业 不能度无远的众生 这是一般讲的佛的三不能 那阿罗汉不能的 这跟佛比较起来 阿罗汉不能的事太多了 那他这里几个例子 这个是佛罗经里面的 菩萨的游戏神通 敬佛国土成就众生 成就众生就是成熟众生 怎么样度化众生 这一部分 敬佛国土这一部分 就是菩萨无身法忍之后 就庄严国土成熟众生 这里叫做敬佛国土成熟众生 那么这个是阿罗汉不能的 那么还有自己身残诚 觉得自己虽断尽的烦恼 而事实证明 还有所不清醒 这个就是此有所不尽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说他举了两部 主要就是菩萨道里面 就是大声佛法里面 特别做比较的 那么来讲身文不如菩萨 甚至不如佛 就是身文不如佛 甚至是不如菩萨 还讲这个人 那这两部经 所以我们说 一个就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维摩截守守经 另外一本就是 我们比较不知道的 这个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那这两本 这导师都有说过 但是维摩截经好像没有 没有 在妙人集里面没有 那其实导师都有讲过 那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导师有这个讲记 他举里面的一些记 那这个我们还有个讨论 但是就是 他里面举了这一些 就是以大家设 主要是大家设跟舍利谋 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可以 下一节再来讨论 就是说 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里面 主要是这个锦纳罗 锦纳罗是音乐神 天上的乐神 然后弹琴 那大家设会 跟阿罗王会自动跳舞 那么 真是懒卓 那 这个 维摩截经里面 主要是天理善花 花落到菩萨身上都不会黏卓 但是落到僧文身上 就会黏卓 那僧文都想要赶快把花拿掉 为什么 不如法 讲这个 那为什么花落到僧文会黏卓 僧文有分别性 那以舍利佛为代表 就是大树锦纳罗王以大价社为代表 那么天理善花 这个落到僧文身上 落不掉 卵卓上黏卓 这个以舍利佛为代表 那这个其实都是表法而已 并不是真的是 那舍利佛 舍利佛 舍利佛会 花会黏到这些僧大僧文身上 舍利佛怎么样怎么样 那大价社跟着 他只是听到音乐跟着针的 跟着跳舞 他只是要表达 这个阿罗汉 其实有一些习气 解禧未尽 他就要讲这个道理 那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说 先讲到这里 就是此有所不尽这一部分 下次再来讲 好 大家合展回向 愿以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